所以就碰到陈渊源的吴三桂 或是吴三桂碰到这样子的 漂亮的女生陈渊源 整个当时候有文学来形容她 那天陈渊源的整个的形容 是这么样来看的 豆蔻年华 飘然若鲜 华中堆虫 宛如青烟蜜雾 你可以像她的头发 就这样来形容她的衣服 她的鞋子 她的裙子 用这样子完美的文字来形容 然后你自然而然 开始你可以看到吴三桂 这位和尔蒙非常旺盛的 这位的年轻的将军看到她 再加上那天她的演出的曲子 你看我都把它考据出来了 她唱的歌 八九成欢 好演彻夜 歌三五一 小某胡驾 到最后 罢罢罢 失控 溯源注定 无措 无查 一个女生弹着琵琶 半折连 然后再唱出她的哀怨的声势 那你可以想像 吴三桂这边看到之后 可能口水都流下来了 好联系她 好想把她抱起来 所以当然吴三桂 她的内心营养说 我恋爱了 她还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两个人的整个的结合在一起 就是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所以我们讲 蝴蝶效应 今天本来郑成功没事 他在南京读他的大学 可是没想到 在北京有一对这样的谈恋爱之后 所产生的那你想象的 排山倒海的国家的命运改变 那也把郑成功改变了 郑成功的一改变 台湾的命运也改变了 所以太惊人了 所以最后当然 陈渊源就到了云南 最后出家 当然好事之徒 就把陈渊源做了石雕 在云南的整个当时候的花园当中 然后雕出他在散荷叶 吹风的时候的整个的感觉 其实我们今天的主角 是这位首席 陈渊源都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今天的首席 柳如是 肯定就更精彩了 所以我们借由陈渊源 来烘托出柳如是 更壮阔的人生 一个是由男人 吴三桂 李志诚 然后到最后的整个的命运 因为红颜的状态 然后身不由己 在很多的男人当中 争夺来 争夺去 而改变了历史的陈渊源 到另外一个是首席 他很想要掌握自己的生命 然后利用他的生命来改变市局的人 那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人 不一样的状况 所以我们要讲了说今天乱世 乱世很多人的人就随波逐流 就跟陈渊源一样 所以风怎么吹 他的姿态是怎么摆摆 所以整个的水是怎么流 他就顺着那个方式 就这样子东拐西弯就过去了 可是柳如世很不一样 他在逆着风 顶着风 他想改变 他不服 他要做一些事情 他的想法 他就拉着他的先生 所以到最后呢 事不可为的时候呢 他直到呢 整个营不行的时候 我们待会会提到 当时候呢 他跟他先生说 先生 我们致敬吧 都亡国了 你殉国 我殉父 我们就同时 所以他就整个 拉着他的先生去泛舟 然后要跳 胡致敬 他先生本来不知道 有这件事情的 以为说私情话意 有如是 到了胡中心的时候 眼睛 眉毛 仪勇 很端正的 慎重地跟他的先生提说 我们自杀吧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你也不可能跑 当时候他的先生呢 是整个明朝末年的 整个的儒家的领袖 他对整个的 忠孝结义 应该就是属于 他的DNA的部分 就没让他的先生 竟然呢 坐在船里面 摸着旁边的湖水 说 水太冷了 改天吧 所以你看他一个 这样子的刚烈的一个女生 然后他先生竟然 这样子的反应的 所以他的故事实在是 太精彩了 所以我们今天呢 去来谈谈他 古人所画的美女 他妈讲 都不怎么美 以现在的标准而言 没有什么身材 甚至连这个肩膀 都没有画出来 看到没有 那肯定他绝对 不是这个样子 但是陈渊远 三个月我们在 讲到这个时候 在把图画出来的时候 这样子的柳如氏 那当然 整个改作人期的时候 他就绝对不像 当时候 他当宴记的时候的 整个情形 那柳如氏的故事 大家可以看出来 刚刚讲的张黛呢 就是写的是 到古兴廷的 另一位的作家 然后钱千玉呢 是1582年出生的 那换句话说 他是年纪最早出生的 也是最老的 那柳如氏你看到没有 1618 也就是说 他们两个年纪 差很多 那这个东西 我们待会会交代 这个状况 他也可以看出来 他的老先生 就是他的老公 跟柳如氏 是同年死的 而死的时间 又比正成功 还要晚一些 正成功 整个在反见忽明的 过程中间 当时候的柳如氏 跟他的先生 其实呢 就暗中的支持他的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们待会呢 一路上想要来介绍他的 这是柳如氏的作品 那他画的呢 都还要好 所以因为那个呢 就是国中的女生 高中的女生 当他心有一些情怀的时候 就可以写得出来 在那个年代 可是呢 他今天这个作品 你可以知道说 他是真的是练过的 他的名字呢 叫杨爱 这是他的本名 1618出生 很惨的时候 家太穷了 所以呢 这位八岁的小女生 就卖到了一个 归家院 这个徐妈妈 这个徐妈妈就是一个老宝 这个老宝呢 当然这时候 对一个八岁小朋友 不是把他推到火坑里面去 而是把他当作贴身的 轻巧的丫鬟 在使唤的 比如说你去泡茶 那我要洗脸的 端个洗脸盆来 之类的这样子的 那因为呢 这个杨爱呢 非常的乖巧 所以呢 就叫他画画 叫他认字 叫他一切的 整个的情形 当然也包括叫他音乐 也叫他跳舞 所以呢 这位小女生呢 就在这样子的一个 算是一个家庭老师 又算是一个他的 医生父母的 整个的呵护之下 我就认为 这个徐妈妈当然 看到这位小朋友的姿子非常好 未来他一定是我的 表情书嘛 所以当然很认真地教 那杨爱呢 他也很成器 学得也不错 但是呢 整个呢 在一个慢慢慢慢长大的过程中 在那个乡镇当中 有一位呢 叫做周道登的人 这个周道登的人呢 他是礼部上书 哇 礼部上书现在讲的话 就是教育部部长的对了 然后呢 他被皇上提拔说 你现在不要在家休息了 你来当宰相 开心啊 趴下去 可是我想想 我的家里面 我的老婆都坐在家里面当中 需要有人服侍他 需要一个乖巧的 轻巧的 所以呢 他就花了很多的钱呢 去把杨爱呢 从归家院那边买下来之后呢 到他们家来当丫鬟了 这个丫鬟当然 不是做出众的事情呢 而是贴心地 陪老太太聊天 讨她开心的 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那周道登呢 坦白讲 他的听起来学问很好 可是真正的 大家认识他的时候 用他的时候 发现 其实才能不足 跟很多人 我们所看到的 或许呢 他是一个 看起来有能力的人 可是当他一上了 他的工作职场的时候 马上知道的时候 全部都泄底了 所以这位周道登呢 真正一当宰相的时候 发现 他当礼部上书 还弄得还不错 可是当宰相 就完全不一样的高度了 就马上呢 被皇上呢 就fire掉了 所以呢 周道登呢 又回到他的家乡来了 回到他家乡来的时候呢 当然 看到这个小丫鬟 越来越漂亮 周道登呢 是一个老色男 所以呢 这位小女生呢 就失去了他的一切 变成他的妾了 这下子变成他的妾的时候 就引起了很多年纪 比他大的大姐姐们的妾 都嫉妒了 因为这位15岁的小女生 竟然得到了我们老先生的 重爱 疼爱 所有的一切 三千宠爱在这一身上 所以大老婆也吃醋 二老婆三老婆到 恩老婆全部都吃醋 就全部到这个地方来 那年轻的肉体 受到老人家的喜欢 当然引起了某种程度的 化学的变化出来 所以 我给你带来 做什么都吃醋 因为我带来 我们带来 那些人烦又吃醋 我们带来 那些人烦又吃醋 这些人烦又吃醋 这样就吃醋